哈囉我是火龍 這部影片來介紹一下 如何把 兩種模組的載入器 然後裝在一起 然後可以讓 兩種的模組可以 一起使用 然後不會出現錯誤 那有在玩模組的人應該 都知道 這個載入器裡面會有兩種 那這邊就是 簡單的說明一下 可能有一些 剛玩模組的不知道 那你在裝模組的時候 那我先用 我的這個 登錄器來介紹 我是用第三方的登錄器 那這第三方的登錄器有很多種 那我介紹過MOTIMC 那這個 我之前的影片 我介紹這個 這個 登錄器 那這一個的話跟MOTIMC 是 很像 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是它的分支出來的 那我之前的影片有講過 它是多了什麼功能 那有多了一個新的 載入的 那個模組的功能 然後還有可以直接從 QuestForge那邊找 模組 直接安裝 多了那兩個 那還有其他的我沒有看 那主要是多了那兩個新功能 好那今天我就用這一個登錄器來示範 很多在玩模組的會想把兩種模組 兩種不同載入器的模組裝在一起 因為有時候 Forge的那邊做的模組 那 沒有 他可能是在 Furface那邊 會有 他需要的 那你可能想要裝那個 那但是你要裝 Forge 兩種放在一起 一般他會出現錯誤 這樣 對不對 然後 我今天就用這個來裝 那這個裝的話 這個載入器的話就是 在這邊 直接 可以按安裝 那 安裝 按下去之後他這邊就會出現說 你需要的載入器 那載入器目前這邊可以看到有這麼多種 那我們比較常用的就是Forge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後來 比較常用的這個 好那Forge後面 有一個 延伸出來一個新的 NEOForge 那後面比較新版的會有這個 NEOForge 那後面新版可能會有出一些這些新的載入器的一些模組 那這載入器就是用來載入模組用的 那今天 我要把這兩種 這兩種 模組 載入器 裝在一起 那正常他不能裝在一起 就是你裝完Forge的話 再裝這個 你一起打開他就會出現錯誤 好那我們需要 先 安裝這個Forge這個版本 我們先安裝這個版本 對 那他會需要 到兩個模組 兩個模組的話 它是在 這裏 那到時候網站的話 我會直接放在我的 那個 影片下方說明那邊 那這裏的話 就網址 那 我們要先下載這個 他的 這個模組 那他這邊就有寫他的遊戲版本 支援到 什麼版本 目前是這個 1.20.1 這個版本 所以你想要把 Forge跟Forge兩個 裝在一起的話 那只能先玩這個 這個遊戲版本 1.20.1 好 那我們就先下載這個 那就先 把它 download下來 這樣 從這個 模組下載這邊 下載 下載好之後 另外一個 這個是Forge的API 他是 Forge還有Forge的 那個 一個修改檔案吧 算是一個修改檔案 好那就把它 下來下來 然後另外一個可以讓 這個城市可以做連結的 就是 他們兩個城市可以做連結 比較 他就不會出現錯誤 這樣 OK 然後這邊 一樣就把它下載下來 好 就download 這樣下載下來 就可以了 好那下載下來就 之後就很簡單 你只要是用這種第三方的 登錄器的話 他的安裝方式就很容易 那 這個我只要點擊 點擊這個 編輯這邊的話 好那這邊的話 模組的話這邊我只要把 我剛才下載好的那兩個 直接下載下來之後 然後把它放進去 就可以了就直接拉過來就好了 就拉 這樣拉過來 然後拉過來 那拉過來之後就是這兩個 這個 API 這個 然後還有這一個 這兩個 我先把這個打勾消掉 是這兩個 打勾的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你把它裝下去 Forge Forge先裝好 第一個 Forge 這個 才錄 Forge 先裝好 裝好 這個都一鍵安裝 按一下他就直接裝好 那如果你是用 官方的就很麻煩 裝好之後 再把我剛才講的 兩個模組 丟進來 就這樣丟進來 這樣就OK囉 OK就這麼簡單 好再來 你想要玩的 模組 然後你就可以去找 對 就去找 你就在這個找模組的這個網頁 去找 那這裡的話你可以自己去這邊 選擇這個分類 你可以 找說你要Forge 打勾下去 他這邊就會出現 這個載入的 這些模組 那你想要Forge的這邊打勾 就單一打勾就好了 他就會列出 好 Forge的 所有的 OK 好那我今天示範的就是 一個是 Forge的 小地圖 好 這個小地圖 這一個 這個Forge的 那我就下載 一樣是遊戲版本是1.20.1 然後這裡 然後就把它下載下來 那 這邊的話要注意一下喔 這邊 他有做很多版本 你 這個下載的文章 這你要看一下 他 他會有寫說 這模組載入器是哪一個的 你要看清楚 看清楚 這裡有不同模組載入器 你 我現在要找的是Forge的 所以你要找 是Forge的喔 好那你要分類的話 他這邊有分類幫你分好的 就直接點這個 他也會直接幫你整理好說 全部都是Forge 有沒有 如果你要找Furbus 這邊 點下 他就會列出Furbus 有沒有 這樣 點下 OK 那我要 12.1 1.20.1 這個 好那我就點這個 再點download 這樣就好了 OK 一個Forge版本的小地圖 然後再來 喔 用一個 Furbus的模組 可以撿起東西的模組 好這一個 這一個 那 這個是 Furbus 點下 遊戲版本 1.20.1 遊戲版本 然後就下載下來 一樣 下載完之後 就直接拉過來就好了 就拉過來 然後在這裡 拉過來之後他就會打勾了 他就會自動打勾了 那如果 模組有問題的話就是可以把它取消掉 這樣他就不會 讀取到 這樣 那打勾的話就是代表他是正在讀取這個模組中 這樣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就裝完了 然後裝完之後你直接 啟動 那這個 Java版本要注意 Java版本 需要JDK 17的版本 17的版本 那我是JDK的17 然後後面編號是0.3 0.3.1 這樣 對 這邊可以自己改 如果你出現什麼Java錯誤的話 這邊他會叫你改什麼的 對 好 那這樣就沒問題了 這樣就 兩個模組就 兩個載入器 的模組 不同的載入器模組 就可以 裝在一起使用 好那你這裡會看到有50個模組 好那主要是因為他寫的這個 這個 API 裡面 裡面 他有40幾個 就是他為了讓 Forge跟Furpose 兩個 層次可以相容 所以這裡面會有40幾個 這樣 那就不管他 有 這樣 OK 進去看一下 OK OK 你看沒問題 兩個載入器放在一起玩 也沒問題 然後 模組的話打開 也沒問題 沒問題 好那這一個小地圖是Forge的模組 可以把東西拿起來的就是Furbus的模組 這樣就可以了 超棒 這樣 你想要把兩個模組 你看到喜歡的模組都可以把它放進來 你可以把Forge你喜歡的模組放進來 然後Furbus的模組 也可以放進來 但是要注意的是就是 有一些模組啊 可能有一些 地方 也是會有相衝的地方 那 模組太多也可能會崩潰 會崩潰 的問題 這是要不要自己注意的地方 有崩潰的話你就自己把那些模組 可能要 自己去找問題 要把他抓出來是哪一個 出問題會崩潰 所以你裝太多模組也是一個 麻煩的地方 因為 有些模組可能需要什麼依賴 一個兩個模組 那你可能 本來是一個模組但是 他那一個模組裡面可能要再多裝 兩三個 檔案進去 這是要不要注意的 那今天介紹的就是把 這個 載入器兩種 Forge跟Furbus 兩種 可以把它裝在一起 不會出現錯誤的方式 那給一些 在玩模組的想要把這兩種 裝在一起的就可以使用這個方式啦 那還有 其他問題的話可以在我的 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那我知道的就會回答給你們囉 OK 拜拜 拜拜